嗯 大家好 咱们再结合咱们来休息一下 然后怎样去监控一个CPU 然后前面的话呢 我们监控的时候呢 只是得到它的一些那个metric的值 然后呢我们从这上面去看 去看的话呢 嗯 并不能很直接的去 那个查看我们的一个 那个使用率 一个CPU的一个使用率 所以说这个使用的话呢 我们需要去 那个手工的去写一些参数 然后进行聚合 嗯 来来看一下 登下 然后174 嗯 大家看到一个这个是那个CPU CPU的 然后 我们看到的节点上面了吧 嗯 节点CPU Second Note CPU Second 大家可以看到 嗯 然后我们这边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嗯 为什么这个MU字 嗯 看一下我们的一个配置文件 然后一个 嗯 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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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我们这边 那个做了一些过滤 我们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把这些 嗯 过滤进行那个删除掉 然后的话 嗯 那个可以后面多做一些实验 哎 我们来把它删除一下 修改一下 tc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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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弄的节点 弄的节点的话 把这几个 把这个过滤删掉 好 我们来保存一下 然后 再入一下配置 然后 q hub 啊 9268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 这个过滤已经闪掉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嗯 node cpu second 嗯 看一下这个 嗯 这个node的节点 大家看到这个node的节点 嗯 因为这个这个是已经荡掉了 荡掉的话我们把它去 起一下 嗯 看一下这三个节点 嗯 这就是荡掉了 我们 cnt 再看到然后再上几点都已经 荡掉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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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把它去起一下 嗯 这个历史记录 没有了吗 荡掉了 这个历史记录没有了 我们 那个 因为那个手工写的话 要麻烦我们去前面 把它那个 拷贝一下 嗯 那里拷贝一下 这个端口的话 都把它 嗯 去掉 嗯 这个监听的应该是9600 嗯 我们这里先 外表断过9600 这个写9600的话这里 大家看到有名文 然后的话我们这里虽然说写9600 但是我们这里的话还是监听的9600 嗯 我们来看一下啊 嗯 咱们来检查一下 嗯 9100 他看到他还是监听的9600 嗯 所以我们这里面的话这个参数 我们一起效果 嗯 我们来刚好把这个问题也排查一下吧 因为我们嗯 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去嗯 嗯 没有使用这一个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我们哪里那个参数没写的 嗯 这个是那个 监听的一个地址 我们看是不是 外表 我们把它写上一个地址 0.00 0.00 0.00 正 还是9100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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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个我们是用什么 我们这里面 然后我们又设地址 来看一下 嗯 嗯 这边的话我们要配一个 写上一个地址才可以 嗯 这个地址还是不行 然后的话我们把 好我们这里 大家看到然后这里写错了 这里 这样写 嗯 不好意思啊 然后的话 这个 那个 因为复制的嘛 然后有很多这个符号都有问题 哎 看到然后这里符号 又有问题了 嗯 然后的话 嗯 这个路径我们可以 不需要了 我们都不需要这个路径 然后 再来一下 哦 还是不行 不行的话应该是 哦 这个地址 看这个地址老是变掉 好 这样 0.00 9600 嗯 看一下 哎呀 嗯 这个复制的哪个地方是有问题 嗯 那个我们直接是那个手工输吧 因为这个 有的时候 就是那个 从这个PPT里面 然后复制出来的命令 然后有的时候 这个有的时候字符 那个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们直接输 滴滴 嗯 嗯 s等一个 然后是 0.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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9600 嗯 还少了一个符号 看一下 9600 所以我们复制的时候 问题比较多 嗯 然后大家那个运行命令的时候呢 一定要 嗯 多注意一下这个符号的问题 这是这些字符的问题 我们来看一下 然后是 0.0.0.0 然后是 9600 看一下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 就是已经 坚定了9600了 我们去 嗯 搜一下看一下 T1P 看 然后9600 啊 大家可以看到 现在是不是已经修改过来了 所以说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 给大家 然后写一下 这边是0.0 我们要加 加一个 0.0.0.0 嗯 这里那个 嗯 还有一个点要注意的呢 就是说 嗯 不要 那个复制粘贴 因为有的时候 那个 这个字符会 那个会变掉 字符有的时候就变成一个 中文字符 或者是说 有些字符 然后 那个 那个复制到我们0.0.0上面 那个字符 马上就会变掉了 嗯 我们那个 嗯 这是刚刚演示的 之前的遗漏的一个问题 我们这时候 然后我们还是 按之前的一个方式去运行 嗯 9.0.0 啊 不对 9.0.0 然后我们把它运行到后台 这个 看到 然后这个现在是已经在后台了 然后的话 嗯 后面 嗯 就是这个我们这些运行到后台 大家可以看到 它是一个之前刚开始的时候 它会自动的 然后被关闭掉了 然后这种问题的话呢 大家不用担心 然后你从网上的话呢 也是可以收到一些其他的方法运行 你或者是后台运行的一些命令 就是你可以使用一个 no hub 然后或者是使用那个 嗯 那个secrate 然后就是一个SECR 一T的这个这个命令 然后都是可以的 这个命令的话也是需要另外安装的 然后的话你安装的时候 然后也可以把它放到一个后台运行 而我们这里面的话呢 嗯 我们就直接那个为了省事 然后我们都直接是使用了一个嗯 ad符号 然后直接在后台运行 有的时候呢 可能都会自动退出掉了 嗯 那个我们后面的话呢 我们就直接运行到k8式里面去了 然后这种问题的话呢 就是不会存在的 这个大家不用去担心这个 嗯 嗯 我们来再去看一下 你看到现在的话是已经 它运行起来了 我们去看一下 嗯 node cpu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是可以查到一些 嗯 我们的一个metrics字 然后的话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样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看不出来 感觉不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嗯 因为真的都看到一串字符 然后的话没有一个直观的一个感觉 所以这时候的话呢 我们要其实其实使用一些 这个聚合函数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的查询语法 来进行相互配合 然后达到一下我们的一个效果 嗯 你看这种的话 嗯 看不出来什么效果的 那我们来继续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 然后的话呢 我们先来那个 嗯 从基范每个cpu模式的一个 每秒数率开始 然后那个 嗯 powermore kll呢 这有一个名为 嗯g的函数 我们计算 然后距离嗯 相量中距离相量中 时间序列的每秒 瞬时增长率 然后的话这个函数 那个嗯 我们知道有哪些函数的话呢 嗯 我们就可以取得一个官方的一个文章上 去看一下 来看一下 这里的话 我能不能给你介绍一下 然后 嗯 可以在哪里整个整个整个 找一下它这个文档 嗯 在这里然后查询查询里面有一个 嗯 函数 对 可以看到然后的话 这些都是它的函数 它具体的哪一个函数 如果那个呃能干嘛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里面就不详解 然后的话 直接可以那个去看一下 相比那个我们这一个函数 嗯 i read 可以看到 这个可以那个算它一个美妙的一个增长率 你相信那个 嗯 这个里面是 它里面是这个是怎么中的呢 这里面交播 更能干node 然后的话呢 它是取它的一个呃 一个值 然后那个这边的是一个 代表后面的是一个 取的一个时间段 其实那个多那个多少分钟 我们来看一下看这里 让朋友别人也给你呃 做好的有势力 然后的话呢 嗯 我们来看一下 嗯 找一下 我们去 来看一下啊 嗯 我们来自行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的话 它是这个呃 那个过滤的 然后这个是一个那个呃 叫不定 那个node 那个node 然后的话呢 嗯 这一个是最近五分钟的 五分钟的一些值 然后的话呢 嗯 我们这时候的话呢 再去取一个什么 嗯 使用arrange 这个函数来进行聚合 聚合 然后又是一个 使用那个instance 然后进行一个 分组 嗯 我们来看一下 把这个instance 使用instance 然后进行分组 分组完之后 然后取一个 那个 这个avg 这个avg 这个avg的话呢 这是一个聚合函数 聚合函数的话 嗯 我们就聚合的一个操作 我们来看一下 聚合操作它是 在哪里呢 就是在这里一个操作服务 来看一下 嗯 这里有很多一个 很多的这个聚合参数 对 sam 然后avg 然后这些这个函数的话 大家都可以 嗯 去看一下 我们这么 我们这里的话呢 就不会太 不去详解它 然后我们 嗯 来执行一下 嗯 然后 我们直接那个写一下吧 嗯 然后前面的话 嗯 是一个聚合函数 我们把它 avg 然后把这个里面的 包含起来 这个 在这个结果的基础上 大家看到现在的话 是不是那个 嗯 我们都可以可以可以看到 然后 嗯 一个cpu的一个使用情况 那将产生一个三个值 新的指标 将那个来自所有cpu 和所有模式的值 来来平均主机的一个使用 嗯 主机的cpu使用情况 大家看到 然后 这里也是可以看到的 它的一个 嗯 图形展示 嗯 而我们这边的话呢 我们要去看它的一个 百分比的话呢 我们在这边都会 那个 再去乘以100 我们来看一下 乘以100 这是它的一个百分比值 大家可以看到 然后这里也是可以看到的 表面呢 12 好 我们这里面的话 我们是嗯 那个这查询了它的一个 嗯 idl值 我们来看一下啊 我们这里 嗯 可以去加 再加一个过滤条件 mod idl 再去查询一下 看到 99% 这是那个 是一个cpu的 呃 一个空间值 嗯 我们来看一下 那个是不是和我们的一个真实的机器 是一样的 然后的话 我们嗯 然后是 174上面 99.3 再那个来自行看一下 就是9.0 大家看一下 那这个话应该会 那个是那个相差一点的话 相差一点的 那99.2 然后这是来回变动的 所以说那我们 不可能是百分百的对得上 有点有的时候会有点延迟 但是的话大概应该是 嗯 差别不大的 所以说那个 这个时候那个我们就存在了可以 嗯 从这个那个计算公司可以得出来 然后我们的一个 嗯 cpu的一个空间值 然后的话 我们去用 嗯 100去捡去 然后得到一个什么 得到一个我们 那个实际的一个cpu 然后使用率 你看 然后使用百分之 那个0.7 然后这台主机呢 是使用百分之0.6 这个的话也是百分之0.63 好 现在的话我们就有 那个三个指标 每个指标 每个主机的一个指标 显示五分钟之内 一个cpu的cpu 百分比 它这个实际上 嗯 大家看到然后刚才的话呢 也 你怎么怎么细细 然后去看 它就是 嗯 呃跟这个说是不一样的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 嗯 我们那个我们即使用100减去 然后和这个数也是不一样的 然后因为那个 我们这边是一个五分钟之内的一个平均值 而这里呢 是显示了一个实时的一个数值 但是的话呢 大家可以看到应该是都相差不大的 嗯 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现在的话就是 嗯 可以显示我们那个cpu的一个负载 来 也可以那个通过一个 图形界面 然后图形的 然后去展示 可以看到这样的话 看得更 效果的话更明显一点 它不过是可能没有我们专业的一个 呃图形显示 然后那边那么炫 但是的话呢 嗯 这种的话呢 就相对于说 要简单一些 你想显示是一样 显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你可以自己 在这里去那个 写一个查询语法 然后去查询 然后根据我们之前的这两种 嗯 一个是那个操作服务 还有一个就是函数 这两个进行配合 然后去那个 嗯 可以那个达到我们的一个需求 嗯 然后的话呢 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一个 CPU一个 那个饱和度 嗯 要获取饱和度的话呢 嗯 我们首先要怎么样呢 我们首先要获取一下 然后我们的一个 嗯 有多少一个核心 大家可能可以知道 然后的话 我们每一个核心 就可以那个代表的 然后是 是一个说字一 说字一的话 就代表是一个百分之百 因为我们会有八个核心的话呢 我们的CPU 然后正常的一个 最大可运行 那个负载的话呢 就是百分之百分之八百 嗯 而我们这个CPU的话呢 我们应该是 是一个八核心的 嗯 我们来去运行一下 嗯 然后我们把这个拷贝一下吧 大家看到 然后我们这个是一个八 然后的话 我们每个节点上面都是一个八核心的 这实际上是我们虚拟出来的 然后的话呢 我们可以那个使用 然后另外一个metrics值 然后就是一个 嗯 然后这个metrics值是从哪里取出来的 是从我们的一个not节点上取出来的 从从这里 大家看一下 从这上面的这个 这个然后目标上面去取出来的 也就是说我们定义了一个 嗯 嗯 那个一个原生的一个 嗯 那个容器 然后那个那个 导出了一些metrics的值 然后我们使用这两个 然后进行结合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代表 然后是那个 一分钟的一个那个 那个负载 平均负载率 你可以看一下 所以说那个 嗯 而我们那个 那个一分钟的一个平均负载率的话呢 啊 我们去 呃 结合到我们我们这一个 然后刚才那个计算出来的一个核心 然后可以看到我们的一个CPU 然后是否打到一个饱和率 然后我们都可以那个使用这样一个参数 然后那个我们假如说我们后面要去报警的话呢 嗯 我们来自信一下 这样的话肯定是应该是没有值的 因为它是不可能 那个那个大于一个8的 因为这个后面这一截是积范的什么 后面这一截积范的是一个 呃 那个是一个说字8 8的话 这个我们8可行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运行到800% 然后的话呢 前面的话呢 就是一个 嗯 还可以看一下 这个 嗯 嗯因实人实 也就是说在这个里面 然后那个那个 进行那个分组 分组然后在每个里面进行进行做比较 比较看的四所 那四所会大于大于8 然后说它的负载率已经大于8的证明是说 我们的负载 然后已经 那个完全饱和了 然后的话 这时候的话我们的那个 嗯 都会有的时候会触发一个报警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的那个会讲一些那个 嗯 报警触发 这里面的话我们就简单先提一下 这是一个 嗯 CPU的一个饱和度 嗯 好那个关于一个CPU的监控的话 我们就讲到这里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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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